如果有一天像大家都用BRU这一款产品 然后项目方没有了版税收入 没有了持续性的经营的资金 那这个项目会不会就此死掉 没有资金就没有人继续去经营了吗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OKCHEN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BRU这一款NFT的交易市场 呃严格意义上来讲 它也不算是交易市场 它算是比较特殊的交易聚合期 因为现在的NFT市场有太多的Marketpress了 比如说龙头就是这个Opensea 那其他还包括了Lookstraight S2Y2等等的 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好事情 因为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平台来购买NFT Opensea它就不会一家堵大 而且啊 Opensea它其实不走发币的这条道路 之后要走股权融资 然后上市等等的方式 所以其实不是很webp 所以有些人其实不是很喜欢Opensea这种 背叛区块链社群的方式 所以某种程度而言则是好的 但是交易市场变多了其实也是有坏处的 所以直接的就是流动性分散了 所以你可以观察到 就是不同的交易市场当中 Fall price地板价格其实不太一样 有些时候Opensea会比较便宜 有些时候Lustray会比较便宜 那这就很麻烦啊 买一个NFT你还要去不同的网站去货比三家 有些比较便宜有些比较贵 所以这个就是BRU这个平台诞生的原因 它聚合了不同交易市场的数据 我们可以在BRU这个平台看见所有市场的挂单情况 如果你了解DeFi其实就有点像1inch 它聚合了各个Desk很像Uniswap的流动性 我们就可以在一个1inch的交易聚合器当中 去直接整合市场所有Desk的流动性 然后来找到最优的价格 但是整合流动性还不是最牛的地方 交易聚合器BRU它可以在帮助我们扫地板的时候 节省下一大笔的GAS fee 如果我们要在OpenSea Luxray和X2Y度当中分别扫地板 那我们就至少要还3次的GAS fee 大家都知道嘛 在EDRM链上其实GAS fee是很重的 可以省GAS fee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它可以帮我们节省很多的GAS fee 我们直接来试试看 我们点击这个Connect Wallet 进去之后假设我要扫的是一个叫Gothed NFT的 这个项目 那我可以直接在底下写说我要扫多少个NFT 我要直接购买10个 它就会直接从地板架去告诉我 不同市场当中最便宜的10个NFT 然后它直接帮我买 那10个就是3.4968粒Ederum 但是这其实有一个坏处 因为有时候NFT还会被盗 在OpenSea上它就会被标注说 这是个被盗的NFT 那这些被盗的NFT 它们就会跑去其他市场很像Luke Spray这些 没有在管有没有被盗的交易平台当中去上架 那你买到之后其实某种程度而言 你会比较难脱手 所以会建议大家直接去勾选 你想要购买的NFT会比较好 那你就可以勾选10个 那同样的它就会告诉你 你需要还的钱多少 然后你点一下Buy 就可以直接从各个交易市场当中 直接买到这10个NFT了 那你就不需要去跑3个地方 然后还30Gas fee就很方便 当然了省下Gas fee的好处并不是Blu 独有的利好 所有的交易聚合器都可以做得到 那市场当中也有类似的产品 例如Genie和Jump 如果大家有关注TalkChain的Instagram 之前我们出过一期的节目是聊一聊Genie的 他最近是被Uniswap收购了 那现在已经整合在Uniswap的产品界面当中 如果之前大家有用过Genie那恭喜你 你赶紧去登录上去看一看 因为现在被收购之后 Uniswap给每一个曾经的用户提供了300美金的Airdrop 就是说你只要上去 你就可以领个300块钱的美金 那非常好 那除了Genie之外呢 其实有另外一款产品是叫Jump Genie它现在已经整合在Uniswap当中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这是Genie的页面 那另外一个是Jump 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产品啦 那同样也是被收购了 被OpenSea收购 所以也就是说 OpenSea它未来因为要走股权融资的方式嘛 所以Jump大概率是不会像 Genie这样有Airdrop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BRU这个交易聚合器 现在还在进行空投 大概率也会有不错的主角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 为什么说大概率会有一个不错的主角范呢 因为他们的团队成员 以及他们背后的投资阵容都是比较优秀的 团队当中有来自MIT等等比较优秀的成员 然后投资机构现在已经获得了1400万美金的融资 然后领头的是Paradium 也就是说 未来他们空投代币的时候 这个空投的代币价格应该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大概率可以继续的去留守看看 其实现在已经是第三轮的空投了 第一轮的空投是给那些曾经在OpenSea上 或者买卖过NFT的人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BRU的潜在用户 新平台刚刚上线给你空投 你就愿意来使用这个平台 第二轮空投也刚刚结束 如果你前不久有在BRU上面挂单或者交易过 你应该也会获得一些Airdrop 我这个Airdrop 他一开始会给你一个盲盒 然后你就会去开箱可以看得到 你会拿到什么程度的 什么稀有程度的NFT盲盒 但是其实我已经开过箱了 所以我拿的这个盲盒是最基本款的 那我用另外一个账户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Code的话 我是因为之前有比较频繁的交易 所以我会获得4个盲盒 那我在这12天以内 我可以去做第三轮空投的任务 也就是Bit on Any Collection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Airdrop 或者说我可以打开这个盲盒了 那我去完成下第三轮的空投 只要你有用这个Bit标价的新功能 你就可以获得第三轮的Airdrop 如果过去两轮的Airdrop 你都错过了没有关系 因为这一次的Airdrop是最后一次 也是给的最多的一次 你可以在这一轮当中 可以拿到蛮多的Airdrop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试一试 如果之前你有用过OpenC 那这个功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但是BRU推出的这个Bit和OpenC 有一点不太一样 还蛮好用的 因为如果我们过去要在OpenC当中去标价 我其实不可以用Airdrop来标价 我需要去把我的Airdrop 转换为WETH 我才可以去Bit 那你就需要去到UnitSwap去Swap 然后过程你要浪费时间 还要浪费GasFeed就很麻烦 那BRU就比较简单了 它其实是有一个 Airdrop的池子的 有点类似于你在BRU上面的钱包 你存钱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用里面的EDRAM来Bit你喜欢的NFT 那你可以去写你要进多少的EDRAM进去 假设我选我要存0.02粒EDRAM进去 我点这个 点击确认 然后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钱包 或者说这个EDRAM的池子当中 你有0.02粒EDRAM了 你就可以用这笔钱去Bit 你任何一个你喜欢的NFT 然后过程当中也不会再次收取你的手续费 就比较简单 那我随便去Bit任何一个 然后拿到我的Airdrop吧 我去Bit这个游戏园之前蛮火的 我选择Bit 然后0.02 点击你的数量以及你的价格就可以了 确认签名 然后我就可以去看一看 我的NFT的盲盒一起来开盲盒 我要去转发 OK 我拿到是最普通的这个NFT 好 再看第二个 一样 哎 我的开盲盒的手机就是比较差 好啦 我觉得我应该是 诶 哦 所以我刚刚 我刚刚转发一次Twitter 我就获得多一个NFT OK 我的手机就非常差 四个都是最普通的 第五个了 干 保佑 OK 这是我的运气啦 就是五个NFT都是最普通的 然后之后在明年一月份 他正式上线他的代比 我就会根据我这五个NFT 去领取到一定数量的代比 如果大家对BRU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他的整体的操作体验上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玩的 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 我刚刚其实是随便比一个NFT的 那最好获得这个Airdrop的方法 其实是你BIT的价格跟你的地板价格是比较接近的 那你拿到的分数或权重也会相对比较多 如果你真的是BIT成功的话 应该也是对于你的分数来讲 是比较有优势的 然后在这个界面当中可以看得到 不同玩家他所获得的分数 最终会根据这个排行榜 给你不同数量的箱子 以及你的箱子是什么样稀有程度 大家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还有刚刚开场的时候 其实我也说了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交易聚合器 是因为他不仅仅是收集 各个交易市场的流动性 你本身也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去挂单 所以他同时是聚合器 也同时是一个对标OpenSea 或者Lustrate S2 Y2的交易平台 而且在这个平台当中去挂单 有个独特的好处 就是他是零版税的 你可以选择这个List 然后你这里可以写你要卖出的价格 我可能这是0.219 然后在这里你可以选择 你要设定的版税费用 因为你如果在OpenSea当中交易过 你会发现到 其实你要还一个2.5% 给OpenSea作为交易的费用 然后你还要给创作者 可能5%或到7.5% 这样的价格来作为版税的费用 那一买一卖 其实你就10%的利润就失去了 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自己的收益 你可以来到BRO这个平台 设置0%的版税费用 然后你卖多少钱 你就可以拿到多少钱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好处 但这是对于我们这些用户来讲是好处 对于NFT的项目方而言 他就失去了版税费用一个长期的盈利收入 这其实也是颇有争议的 因为版税费用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支撑项目持续发展的重要经济来源 如果有一天像大家都用BRO这一款产品 然后项目方没有了版税收入 没有了持续性的经营的资金 那这个项目会不会就此死掉 没有资金就没有人继续去经营了 所以这是很有争议的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你会使用这个0版税的服务吗 然后大家如果有使用过BRO这一款产品 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你的使用体验怎么样 觉得它相比于其他的产品 流不流畅好不好用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使用过 强烈建议大家去试试看 BIT的这项功能 然后去获得它第三轮空头 这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大空头的机会了 然后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好好去尝试一下 如果大家想要听我们介绍更多的产品内容 或者说其他的知识 也欢迎留言底下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